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英國廣播公司BBC稱 朝鮮近期推出了一項新法律 自在消除任何形式的外國影響 那些因偷看外國電影 穿著被禁穿服裝的人 將會受到嚴厲懲罰 脫北者Yumi So說 當他第一次看到一名男子 因走私韓劇而被處決時 他才是11歲 他的整個社區的人 都被命令到場觀看處決過程 Miso在韓國的家中向BBC表示 如果你不這樣做 就會被歸類為叛國罪 朝鮮當局要確保每個人都知道 走私非法影片的懲罰是死刑 Miso說 我深刻地記得那個人被蒙住了眼 但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眼淚流下來 那對我來說是一種創傷 他的眼罩完全被眼淚浸濕 他們將他放在木桶上 綁起來 然後開槍打死他 趙仙人處於持續的封鎖狀態 沒有互聯網 沒有社交媒體 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控制的電視頻道 自在向老百姓宣傳該國領導人 希望你聽到的東西 這些就是趙仙的生活 而金正恩仍在進一步打壓 推出了一項全面的新法律 排斥反動思想文化法 打擊該政權所認為的反動思想 任何被捉到散佈來自外國的電影、電視劇、 音樂和書籍等為禁品的人 將面臨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些持有此類外國宣傳品的人一旦被捉 面臨5年至15年監禁 而且這不僅僅是關於限制人們在看什麼 今年4月 趙仙處決了一名居住在玄山的男子 因為他非法銷售帶有韓國電影、電視劇 和音樂的CD和USB 每天趙仙援引知情人士稱 該男子在4月25日被行刑隊 當著500人的面前公開處決 最近 金正恩又在國家媒體上發布了一封信 呼籲打擊年輕人中 不光彩的、個人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行為 他希望制止被他視為危險、毒藥的外國言論、髮型和服裝 上個月 媒體報導稱 金正恩下令禁止非社會主義髮型 禁止穿緊身牛仔褲 因為他擔心這些時尚會導致這個封閉國家的年輕人 產生資本主義衝動 BBC指 金正恩下達這些禁令 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身處一場不涉及武器的戰爭中 每日朝鮮稱 朝鮮政權擔心這些信息的流入 會為其控制朝鮮人民帶來直接威脅 只要人們不知道還有比在朝鮮更好的生活選擇 他們就不會抵抗 金氏家族就可以無限期繼續其統治 BBC引述分析人士說 隨著朝鮮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 數以百計朝鮮人被認為面臨飢餓挑戰 金正恩希望確保朝鮮人民 只能接觸到國家精心製作的宣傳品 而不是讓他們感受到外界的生活 每日朝鮮獲得了朝鮮發布的 《排斥反動思想文化法》的一份副本 每日朝鮮主編李勝雍告訴BBC 他規定 如果工人被抓住 廠長可以受到懲罰 如果孩子有問題 父母可以受到懲罰 朝鮮政權鼓勵的互相監督制度 在這項法律中得到了積極的體現 李勝雍說 這些是為了粉碎年輕一代 可能對韓國的任何夢想或迷戀 他說 換句話說 該政權的結論是 如果引入其他國家的文化 可能會形成一種抵抗意識 蔡壯喊是2020年為數不多的脫北者之一 蔡向BBC表示 時代越艱難 法規、法律和懲罰就越嚴厲 從心理上說 當你的肚飽了後 看韓國電影時可能是為了消遣 但是當沒有食物並且掙扎生活時 人們就會不滿 蔡表示 多年來 韓劇一直通過USB在傳播 而USB現在就好像石頭一樣普遍 它們很容易隱藏 而且可進行密碼加密 蔡說 如果你連續三次輸入錯誤密碼 USB將刪除其內容 如果內容特別敏感 你甚至可以設置為在輸入一次錯誤的密碼後 USB就刪除裡面的內容 蔡表示 還有很多情況下 USB被設置為 只能在某部電腦上查看一次 所以你不能將它插入其他設備 或交給其他人 只有你能夠看到它 蔡記得 趙先國家安全部門 在2002年左右 對一所大學進行了特集 發現了二萬多隻CD 他說 這個只是一間大學 你可以想像全國有多少所大學嗎? 政府感到震驚 這個是他們加重處罰的時候 當時很多因類似罪行被捕的人 被送往勞改刑 但這並沒有起足夠的威懾作用 所以趙先政權增加了刑期 蔡說 起初是勞教一年左右 後來變成三年多勞教 現在 如果你去勞改刑 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是因為他們偷看了外國媒體 而被關在那裡 金吉祥說 沒有人能夠熄滅我們的好奇心 我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對於金吉祥來說 在他瞭解到有關朝鮮的真相後 他的生活改變了 他在脫北前是少數獲准在北京學習的 朝鮮特權人士之一 他在那裡發現了互聯網 劍協說 起初我無法相信有關朝鮮的描述 我認為西方人在那裡說謊 維基百科在那裡說謊 我怎麼能夠相信呢 所以我看了很多關於朝鮮的紀錄片 讀了很多資料 然後我意識到他們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們說的都有道理 劍協表示 最後他意識到自己的大腦正在發生轉變 他逃到了首爾 蔡表示 他確實認為朝鮮人懷疑政府宣傳的東西不是真的 他還說 朝鮮人民心中有一顆不滿的種子 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不滿應該對著邊角 需要有人喚醒他們 啟發他們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